中国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国家 我们跟几乎所有接壤的国家都存在着领土之后 甚至跟不直接接壤的国家也存在着领土之后 它不仅仅在这个大陆架的划分 与海上这个渔业区之间有争议 它甚至还代表着北朝铅在中朝两国边界划分中 其出他们的 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接壤是这个地段最多的 东西两段加在一起有4300人 其实还真不是很少有人去宣传 现在独立出去的这个蒙古共和国 因为中国有不少人体制这些独立 所以呢我们忽略了它 现在边界参分 中蒙两国边界接壤的公里数是4700 单从数字上来看它是最大的 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都是沉寂了大清的整理 从前龙24年也就是1759年 底定天山北路 那么大清的国土被固定下来大概是1300万平方 经过这个抗日战争 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边界三分 中共建政之初它们是运用了军事地区 粗略的估算一下 临海的估计 领土当时预估的是960万平方公 这个数字就一直被沿用到现在 其实从地图上来说大概是1042万平方公 当然了也有人说从遥控地图上来看 摇杆观测大概有760万平方公里 这些说法不确定 中国的边疆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领土 一个是边疆独立 领土问题我们刚才说了 中国与这个接壤的国家 大多数国家都有争议 比较出名的是中印之间的领土争议 大概涉及到12.5万平方公 或者说与少数民族独立的居住 独立的这种呼声 甚至一些爆股事件 相对密集 应该是新疆和西藏 其实呢 与中国接壤不接壤的国家 与我们有领土争议的 其实一共有25个人 南海 六国七方 东海 我们与日本之间最大的分野 其实不是钓鱼岛 而是三个 钓鱼岛只是其中之一 那么一个是钓鱼岛 一个是通知岛 或者通知鸟礁 还有一个是钓鱼岛 还有一个是钓鱼岛 日本人把它称之为叫钓鱼岛 大概是70年来 跨回日本管理 无论是琉球自身的独立需求 还是中国 中国以藩所 以藩所的这么一个观念 来认同为它是中国的疆域之一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迟早 会摆上桌面 钓鱼岛只是一个要因 真正中日之间的问题 应该是在流去 那么新疆我们知道 中国有 2000万多一点的这个 伊斯兰 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其中有1100万 是维吾尔的 中国的穆斯林呢 原本是比较平稳 或者说中国化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任何一个省份 都可以看到回祖 在中国历史上 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称为回祖 他在中国被视同为 是一个少数名 比较出名的我们知道 青海的三马 广西的这个回祖将军 白崇奇 历史上有过违乱 那么清末的时候 出现过这个问题 回汉互杀 或者说 以回祖 大肆屠杀汉人 而导致的这场民族冲突 死亡的人数也是上千万 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个名字 叫佐宗塔 他平定了回乱 整个中国出现伊斯兰的这个时间 应该来说是相当漫长的 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中国出现的 穆斯林他主要信仰的是苏菲 到清朝 在清海 在清海 临下甘肃 出现了一个中国 独特的 伊斯兰教材 叫门幻 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 伊斯兰要求的独立 新疆 新疆现在的 少数民族 独立的这种呼声 以及 中共 强力压制的 新疆独立的 这么一个声音 它其实来源于上个世纪的 30年 1933年的11月 到1930年的2月 在新疆出现了一个 东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国 短短三个月 就相当于我们知道的这个 秦朝出现的 陈胜吴广起义 它其实也就两个多月 性质上都是一样的 中国出现的这个极端伊斯兰 它是外来的 中国历史上 大多数少数民族 都被汉族所同化了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 夷迪之入中国 则中国之 有人说是孔子说的 也有人考证说 他是韩语总结的 中国历朝历丹 开国之军 是纯粹的汉人 并不多 所以中国文化中 把中国人的这个认同 主要 还是文化的认同 中国目前的边疆问题 比较极端暴露出来的 是南海 东海 新疆 西藏 其实内蒙 哈萨克斯坦 都出现了这些问题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部分 也有信仰 伊斯兰的 这些哈萨克斯坦 或者是美族 这一两年他们的呼声也很强 只是因为人数有限 所以国际社会并没有关注它 至于内蒙 至于内蒙 十年前 就开始有了一些呼声 因为我们知道内蒙 它有两个问题 比较突出 一个是科尔沁 那么科尔沁这个部落 它在外蒙和内蒙都有 甚至到什么程度呢 每年 科尔沁这个部落 他还会赶着流氧 在两国的边境上 互相的走亲戚 那么内蒙呢 也是中国开采煤矿 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因为 对煤矿的开采 尤其是对露天 煤矿的开采 导致大多数国营企业 在开采的过程中 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 经常在牧民的草地上 横松之道 甚至因为开采边界的问题 与牧民产生了纠纷 有一些极端的例子 它们像在内地一样 直接用挖头鸡 压死了木鸡 这种事件爆发以后 在全世界有很多 蒙古族的外籍人士 赶到了内部 来进行呼吁 这种事情呢 只要一涉及到少数民族 基本上 都是用重金收买的方式 来软化 所以呢 内地没有扩散这些消息 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在发生 那么更多的我们知道了 像越南 缅甸 边界的纠纷 以及边界地区的 华裔 受到了一些伤害 都是以中国的退出 作为结局 我们知道从1979年到1988年 中越之间出现了十年 边界争端 刚开始是一场战争 后来演变成 双方的一种轮战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两三轮战 那么缅甸呢 是涉及到 明末 迁徙到 缅甸地区的 华裔 形成的这个国感 或者说国感县 和国感特区 那么它这个问题 原先 是以缅甸共产党的形式 存在的 后来缅甸内部进行了和解 那么他们形成了一些独立的邦 相对独立的邦 因为华裔 抗拒 缅甸政府的直接统治 所以历史上 所以历史上爆发了很多冲突 最终 双方都把炮弹 往中国冲突 往中国军内的 政府军 是为了制止 华裔逃向 中国境内 华裔的这些武装 是幻想 是幻想 利用冲突 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死伤 来换取中国出兵 挽救他们在战场上的败 其实我们都看到 缅甸现在与我们借情借远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透了中共这个政权 他不会为了 天朝器皿的生死 与缅甸发生 战争 或者说 甚至是冲突 当美国开始解除 对缅甸的制裁以后 缅甸军方 或者说 现在的这种 所谓的民选政府 很潇洒的 甩甩手 离开了中国的势力 按缅甸新政府的话说 就算要抱个大腿 我为什么不捡得住呢 我们始终割裂不了的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 台湾 历史上有 本土的居民 也有大量的 迁律过去的汉民 那么台湾在历史上被 中央政府控制的时间很短 因为他几乎不能提供中央政府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一直被忽略 现在我们知道连海南都建设 台湾已经建设的相当现代化 让中央政府继续无视它 或者说彻底的放弃它 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 我今天刚刚接到一个 台湾观众的留言 他有一些恐怖 他觉得 习近平在中美发生贸易摩擦的过程中 有可能 无法强力的对全国实行控制 或者说他不能满足 共军内部各个派系的 这些要求 会不会 用对台 武力统一台湾的这种举措 来转嫁 党内的危机 国内的矛盾 其实这个问题 从去年开始 它就已经出现了 自从川普政府上台以后 美国对台湾的观感 以及行政措施 各个法令的出台 都决定了 中美之间 会以美方主动的打出台湾 强势的回归亚洲 甚至第七舰队 甚至第七舰队极有可能 继续 以防台湾海峡 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始终是有的 而且它越来越大 现在 现在只是双方没有四海里 台湾问题极有可能 作为中共转嫁 国内经济危机 转移民众视线 转嫁 党内斗争的 这么一个通道 进入热战的可能性不大 寒凉仿 向福建沿海地区集结一下兵力 这是有可能的 所有的这些行动 都只能代表一点 它要转嫁的是危机 转嫁的是视线 中国面临的 与周边国家地区的领土问题 以及边疆独立的问题 甚至少数民族 在国际上呼吁他们受到了迫寒 他们要换取独立 或者说换取更大的自治权 这些问题将长久的存在 即便中央政府出现了变好 下一个政权事情的民主 或者说他们 开始民主化 边疆的问题还是存在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冒头的几个边疆 要求独立的地区 都存在的中央政府 即切需要一些物资 西藏是水 新疆是西土 内蒙是煤矿 台湾是所谓的第一岛链 以及电子加工行业 即便明天民主派当选 即便明天民主派当选 他们也不会轻易的舍弃 这些领土 那么我们知道 中共一直有一个担心 就是怎么样养活14亿人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看到 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 不会出现大的变动 俄罗斯能够给中国提供的不仅是武器 而且也提供了能源 最重要的它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那么中国如果说出现外汇问题 无法在国际市场购买到足够的粮食 极有可能会把手伸向 南方与我们交界的有领土争议的地区 就是我们所属的东南亚地区 因为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就是地方虽然不大 但是稻米可以一年三十年 所以关注中国边疆问题的人 不要把时间和精力 完全的寄托在新疆 未来在南方 可能更有看点